我本來很緊張說 今天蔡英文還有麥卡錫 兩個入了戒面 戒面了以後 剛被趴開 中國用很大的反制 你上次連飛彈都來了 你這次要幹嘛 結果幹嘛講了 這次來了 來了一個說 號稱現在全世界 最大的海巡船 洞六號 洞六號到底什麼的 我聽講才知道 根本沒有武力 這次蔡英文跟麥卡錫見面 我們都說 哇 這次中國的反應 可能會比上次 佩洛西來台灣的時候 更加的堅決 更加的強烈 就 大家都很緊張 美國也是秉襲以待 美國怎麼秉襲以待呢 第一個 他現在尼米茲領銜 他在美日海 要八個軍艦 要在這邊聯合軍艦 美國的印太司令部 已經提高在最高警戒 另外一個 你看美國的這個 飛彈巡逐艦 持續在南海這邊 他要以防萬一 萬一有個插槍走火 然後美國還順勢 菲律賓還順勢公布說 我們現在有四個美軍基地 要讓這個美軍來進駐 大家講的 哇 美國菲律賓 還有日本韓國 都已經準備好了 準備中國要出招了 你有任何輕舉妄動 對 中國你看 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 還說 我們密切跟蹤 這個事態的發展 要堅決地有力 捍衛國家主權 還有領土的完整 就今天果然就宣布了 我準備要在 台灣海峽的中北部 聯合巡航巡查 專項行動 今日啟動 嚇死人了 而且一開始看 我也真的嚇了一跳 他說什麼 大陸福建的海事局公告 說台灣海峽 中北部聯合巡航巡演的 這個專項行動 今日啟動 他說什麼 他領銜的是誰 領銜我看一下 他說 他一開始的經文稿是說 海事局 聯合海警 還有聯合軍艦 一起來演出 但是我看到 領銜的是誰 我看到說 就覺得 那就是這樣子 他知道海巡06這一艘船 抱歉 海巡06是做什麼呢 他其實是用來救助 或是說 如果有急難救助 因為為什麼 他後面還有一個直升機 他在停救難直升機 然後一般 他出動他的時候 因為他有配備 北斗衛星 還有GPS 他就可能海上 漁民的 如果你撞到 或是怎樣的時候 他可以過去給你救援的 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他出動這個 等於是 他說 巡航監察 還有應急救援 等等的任務 所以說 我們都講 如果你要嚇大家的時候 你領銜的話 如果是一台驅逐艦 軍艦 軍艦 大家我覺得 萬一真的 有GPS 但是問題是 你用這個海事 這個真的很弱嗎 因為第一個 他沒有大型的武裝 他沒有什麼大 重大型武裝 他頂多人員可以配槍 你看到嗎 這是他們的一個帖子 瘋火狼煙 想得很兇 他說 我就要進行一個 巡迴式的巡航執法行動 覆蓋哪裡 台灣海峽的中部跟北部 聯合相關執法 人家都說 他派交通警察出來一樣 講得那麼大聲 最後只有 派個交通警察出來 你看連這個 中文大陸網友都說 你這個在搞什麼 這個完全是喊得很大聲 但是後來是 非常小的一個結果 你這個 你這個 我這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